喂,先生,你帶來這樣的地方做甚麼? 這裡這麼舊的? 嘩,這裡就是香港唯一保存最好的客家圍村 哎呀,我沒有帶相機 手機就行了 坐船到香港大東北地質公園 必定會逃經荔枝窩村 不說不知,這裡已經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是新界歷史最悠久,最具規模的客家愚宣之一 沒理由不拍輯靈相打打卡 不過為什麼不用正常的相機呢? 嘩,我們來到荔枝窩村 又上船又下船 這麼多一串耳冷令我們不方便 隨時拿出你們的手機 走到邊,拍到邊 著重的是去看位,拿位 其實相機拍出來的效果也不差 第一招,我們來到荔枝窩村 找些有代表性的東西 石獅子和後面的牌坊 找到了,我們怎樣拍呢? 把石獅子跨進去,在你的右下角 然後後面就有什麼呢? 就有你的牌坊的名字 這樣就代表了兩個重點了 第二招,是教大家入村拍照 來到這裡,我們看到這麼窄的巷 我們用什麼呢? 用角度,用線條,拍出一些景物 可以大印,可以看到很深的 來表達這裡的鄉村文化 好,來到這裡,我們又要拍天 又要拍建築物 現在是第三招 又要拍環境的話 我們就要動一下角度 我們如果拍著建築物 就只拍到建築物的表面 那天就爆了 只向著天,建築物就變成剪影 現在這招就是我們要動多一點的角度 找出一個中和點 兩邊都是有光,是漂亮的 就騙了電話的擦光 其實荔枝波村這裡還有什麼美景呢? 它生長了一種植物 我們叫做白花魚藤 有什麼用的? 其實這些魚藤,它只不過是一個植物 不過以前的漁民 發現它裡面,拿出來之後 去攪拌它,磨它 它會產生一種執液 這種執液,它是剛剛可以給它們捉魚 就是少少毒素的 令到魚會暈的 但又不會影響魚種毒的 話說香港鄉郊地方已經越來越少了 這種白花魚藤 可以生長的地方也都收窄了 據知這裡的白花魚藤 由於形態奇特 很多時候都會被遊人不小心破壞 最近兩年還要圍上圍板,易作保護 我們說生態旅遊,我們去的地方 可能會有人住 或者有它當地動物的物種在這裡 或者植物物種 我們最主要有三個項目 第一個項目 帶人去參觀的時候 要產生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另外要促進當地的人民的收入 第三,我們怎樣可以維持到這兩樣 再加上第三樣就是 我們要控制那些人的人流 會不會對那裡造成傷害呢? 所以說 大家如果來到 一定要珍惜這裡的動植物資源 不要再破壞環境了 最後阿Sam 用一個以普通攝影師 從未用過的新角度 看看這條數百年歷史的客家漁村 就是用航拍機了 建議使用功能簡單 但是掌役較大的機種 飛起來較穩定之餘 機身又不會過重 方便行山 字幕見面 感谢观看